我们感谢主 每一次我们能够来到神的家中 一同的来敬拜主 都是神格外的恩典 神自己的手 引导我们弟兄姐妹的脚步 来到平安的来到祂的面前 来享受敬拜之乐 享受我们一同的祷告 让我们真的是 在每一天我们享受这一段时间 神的话语就激励我们的心 是我们真实的 有一个生命见证 来经历祂每一天所赐下的恩典 我们感谢主 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 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一到十二节里面的经文 这是我们的主 耶稣的一个神 对祂的一个描述 也是我们所知道 祂所经历的苦难 让我们看到神 祂为我们受苦 为我们经历忧患之后 所显出的救恩 让我们真的是存感恩的心 一同的来经历祂 好 让我们再一次的祷告 在祂的面前 来一同的养万祂 自己怜悯我们 亲爱的恩主 祂我们谢谢祢 是的 我们原被祢受造 照在祢面前受造 是因着主祢自己的恩赐 祢愿意我们人来到祢的面前 来敬拜主 来享受主祢自己的福乐 但是我们因着人的患罪 我们看到我们陷在罪恶之中 但是祢不忍心 让我们远离了 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来恩告我们 使祂经历着一切的忧患之后 看到神在我们身上 所经历的 让我们真的存感恩的心 来承受这个救恩的时候 也纪念我们的主 祂如何的为我们受苦 为我们受死 经历了埋葬之后 护活人来到耶稣主的右边 为我们来代求 使我们的生命 因着耶稣所拯救的 让我们能够在祂的面前 来一同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如何的护活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 引导我们在救恩之中 重新有一个受造的生命 有一个护活的生命 有一个在祢面前 更新的生命 能够承受祢的救恩 承受祢福音的 一个传递的责任使命 以至于我们能将 祂祢自己的美好 传递给我们身边 还有还没被祢得着的人 主啊我们谢谢祢 求主祢自己怜悯我们 使我们真实的成为 一个生命的见证者 能够使我们身边的人 能够以我们一同的来 一同敬拜的当中 使那些没有得救的人 心里面有一个确实的确据 能够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 来以我们一同经历我们的主 祂如何的赐下那美善的救恩 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特别在这个邪恶的世代 我们看到许多的逼迫 许多的忧慌 藏老人的心 但是我们知道 在祢里面我们有平安 献上我们的祷告 以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感谢主 特别是31号 29号是我们的受难节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难节 我们来纪念主 31号是护活节 我们也谢谢主 为我们护活了 来让我们一同的来经历它 所以这一段的时间 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 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当中 我们一起的来纪念我们的主 那我们就要认识 我们所信仰的 信赖的主 我们所经历的 这一个救恩的信仰的里面 我们对这个基督信仰 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那我们知道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或者有一些的人 对基督信仰的认识 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在他们的信仰的里面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他们所给人分享的 信主的信息的里面 好像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就能够逢凶化吉 一房分顺 天色长廊 或者即使有一些的苦难 我们在经历的当中 因为神的保守 谁也总能焚凶化吉 欲难成想 这是我们对信仰的 常常有一些的 错误的认识 所以我们遇到 人提到这样的 一个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要有一个的正确的 对我们的信仰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真的我们的信仰 是能够逢凶化吉 一房分顺 天色长廊吗 当然不是 那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被捕之前 经历这个 被钉十字架的过程的里面 之前曾经安慰他的门徒们 甚至鼓励这些属他的人 说什么话呢 他说在这世上 你们有苦呢 甚至还说 因为你们是不属这个世界的 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 乃是我从世界当中 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这个是我们在经历的过程的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的 另外一个 我们的主耶稣 曾经也对这些的门徒说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这是对世上人的一个的描述 对我们这些信主之能 我们要经历的一个的过程 所以这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耶稣 曾经警告我们 这个世界是浮在那恶者之下的 世界如果还恨他 他也必然恨我们这些属他的人 所以成为基督徒 不一定会一防分顺 就成为基督徒 很可能我们会面对更多的苦难 或者甚至逼迫 所以我们在经历这世界的一切的 所眼见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怎样的来看待这个世界 来看待我们的信仰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 一章的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那边提醒我们 他说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这是我们的主耶稣 借着使徒保罗 在他经历神之后 经历耶稣基督之后 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的观念 是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 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没有的 是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所要面对的 人都要在将 我们很容易的将蒙恩典和受苦 当作是两回事 两个的不同的概念 是不同的概念 把它区分开来 我们常常会以为说 我们得救了 或者得着什么好处 就是一个的蒙恩 相反的 我们如果受苦或者受损失 就是我们的主没有施恩给我们 或者我们没有蒙恩 这是我们常有的一种的观念 而这一种观念呢 使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姐妹 在受苦当中失去了一种得胜的能力 所以许多人在受苦的当中 他们跌脚了 失败了 因为这一种的观念 认为说 他们所遭遇的苦境 是因为主 我们的耶稣 没有施恩给他 主没有眷顾他 甚至被主广教惩治 以至于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 因此他们在试炼当中 有信心 以至于摇摆 以至于最后跌倒了 但是我们知道 使徒保罗他信主之后 他经历了许多的逼迫 甚至患难 所以他在提摩泰后书的第二章第三节 就在确免 提摩泰也确免我们这些属他的人 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病 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群以四分主的 还是普通的信主之人 但是我们在经历这一切的信仰 所经过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受苦 可能会受苦 可能经历许多的苦楚 但是他是连于我们说 我们要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病 那我们知道彼得使徒 在彼得前书的四章三到四节 在那边也劝勉我们这些属他的人 属神的人 像我们 像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可能和世上的人一样 喜欢撒谎 或者骗人 说难听的话 做一些的人看为的恶事 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觉得大家都这样做 我其实所做的 是一种习俗大家都做的事情 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当我们真正悔改信主之后 当我们的生命在满足改变之后 我们就不会再做那些神 所不喜悦的事情 而我们身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他们会觉得 这些信主之人怎么会那么奇怪 当他们邀请我们去跟他们一起去赌钱 或者做一些坏事的时候 你告诉他 我已经信主了 我不再做这些事情了 他们会觉得 你们在定罪他 他会心里面起一种的奉恨 便会设法的毁谤 甚至逼迫我们 在基督里面有好平行的人 以至于我们看到 我们所经历的那些的话 难使我们伤心的 就像以前我认识一位的姐妹 他是一个做会计的人 做会计的人 当他信主以后 他的老板就让他做两个的战本 做两个的战本 他不做 那我们可以想而知 他会所经历的一个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最后老板把他吵了 把他吵了 今天我们在美国 其实做基督徒做得蛮容易的 做得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没有逼迫 甚至没有放浪 走的是义路 就是那个容易走的路 而不是义路 就是神所称义的路 这其实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件的事情 至少在基督耶稣的里面 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事情 我们知道很多真正信主一号 许多的人信主之后 他跟随主走的 不是很多人喜欢的那一种容易的道路 而是面对更多的困难 更多的逼迫 甚至恍烂的义路 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了 使徒保罗 他在信主之后 他经历的比以前信主之前 更多的困难 更多的忧患 更多的逼迫 以至于他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他没有因着自己所经历的 掉头回到沿路上去 他教导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要效法我 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 使徒保罗他效法主 效法他的什么 效法他的信号顺服 也效法基督耶稣的位义 受逼迫 因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耶稣 他在世的时候 也经过了许多的苦难 许多的忧患 所以他在世的时候 他被称作是忧患之子 忧患之子 他在世上的时候 不当有漏身的苦 他也有心灵的苦 他受尽了各方面的 屈辱 藐视 人无力的对待 甚至藐视他 连他自己的亲弟弟 在我们看了福音书的时候 他的亲弟弟都在那边讽刺 他说如果你要出分头 就到耶路撒冷去 就到耶路撒冷去 不要躲在加利利那边 可见他的弟弟 对他 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也是一点都不了解 他不当我们的主 他不当要受心灵的痛苦 他也要受更生一层的痛苦 就是为我们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的那一个的痛苦 这是我们所信的主 他怎样 我们也应当怎样 我们跟随他的人 也应当笑话他怎样 就像保罗在说 你们能笑话我 就像我笑话基督 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他说什么呢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这是我们的主 对每一个真正跟随他的人 所提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基本的条件 今天有些人信耶稣 是像拜偶像的那样 只求我们能够得到眼前的利益 只要今生能够顺利通达 我们就来信 他们渴望耶稣保守 他们成功付足 甚至恩典满满 但那不是真的信靠主 你知道你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的主吗 我们信主就是要来认识我们的主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的主 并且来跟随他的角中心 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 这个以赛亚书的第53章 和大家一起来看受苦的主 我们知道以赛亚书 这个以赛亚书是旧约五卷 大先祖书当中的第一卷 大概是写于公元前的680年 或者祖前的700年 因为以赛亚书的中心信息 就是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言 所以以赛亚对于主的救恩 在他的圣经的里面 讲得非常的详细 而且透彻 所以有人称以赛亚书 是旧约当中的福音书 也有一些学者称他为第五福音 所谓的第五福音就是 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之后的第五卷 之外的第五本福音书 所以有的解经家就称以赛亚 先知以赛亚为救赎的先知 第五位福音的使者 因为在律法的时代当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这个恩典 写得这么的详细 什么写得这么的清楚 甚至准确 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 以赛亚书是一本 充满有关弥赛亚第一次 第二次来临的一个的预言 甚至有关千喜连国度 甚至新天新地的一个的预言 充满了这些神的话 耶稣基督的一个的 我们对他的一个的认识 在旧约的里面他提了又提 所以我们看到在五十三章的里面 他描述基督耶稣的生平 写得非常的详细 是最详细的一章 他预先证明我们这位受苦的主 他首先要先受苦难 然后要得荣耀 先受苦难 然后要得荣耀 那我们看到他怎样的先受苦难 他的降生是一个卑微的降生 在腓立比书 在对我们的主耶稣 有这样的一个的描述 荣耀里比书的第二章 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防导虚极 取了卢谱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这是讲到我们的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他原则有神的形象在那里 但是他不以自己跟神是一样的 就特别的显自己的荣耀 所以基督有神的形象 他的本质和他的特点 有着神同等的地位和权能 但是我们看我们的主 他并没有因此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威奉 而舍不得或者牢牢地抓住这些的权势 他不愿意下来 人间来救赎我们这些有罪的罪人 他反而放弃了他一切的荣华和权力 刚心道成肉身 降卑成为一个有限制的人 受限制的人 以人的形体出现在我们人的中间 并降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的里面 所以以赛亚书的第53章第二节 开始讲到我们的道成肉身的 卑微的救主的时候 他说 他在亚华面前生长如润芽 像根出于钢地 他无家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长惊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湮面不亢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这个是我们以赛亚先知 他对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的一个的描述 这里讲到润芽 润芽代表什么 代表一种的脆弱 干地代表了一种 缺乏水分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些我们在地上的生物 这些的植物 它的根是在地底下来吸收水分和养料的 植物也通过吸收养料和水分 它们才能够成长 可是根出于干地 代表了什么呢 那个意思就是说 根根据环境里面 它从环境那里得不着任何的供应 干地 我们讲到干地的 讲到沙漠 没有任何的水分 没有任何的养分 能够供这些植物 可以生长 得不着供应的时候 我们生长起来 就意外的艰难 意外的艰难 所以基督的成长 它不仅仅像一个的润芽 它也像根出于干地 干地表明了一个艰难的环境 就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说 这个干地 包括它生长在约瑟和玛利亚的 平寒的家的里面 在没有很好的供应 不像皇宫那样的一个优越的环境 而是生还在一个平寒的家庭里面 然后它降生没多久 又要跑路 躲避西里王的追杀 跑到埃及去 然后成长在一个受藐视的拿撒勒城 和加利利亚地 它像根出于干地 在这个金兰的环境当中生长 它的一生 从卑微的马巢开始 并且结束在十字架上 马巢和十字架是他受苦一生的两个端点 受苦一生的两个端点 中间出来传道的那三年半的时间 根据《诗福音书》记载 那些的法利塞人 那些的文士 律法师 不喜欢见到他 也不尊重他 不尊敬他 当主在地上 来做床福音的工作的时候 不管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些的法利塞人 文士律法师 他们总是起来反对抵挡他 甚至不接受他 甚至弃绝我们的主 这是我们主耶稣 所面对的这一群 他们总是出来反对抵挡他 甚至他们藐视他 看不起他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人藐视他的出身 这些人藐视他的样貌 甚至这些人藐视 他生活过的地方 以赛亚先知在那边说 他无家型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他无美貌 使我们羡慕他 我们并不羡慕他 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 他只不过是三十几岁的年纪 但是那些人却以为他是 好像五十几岁六十岁的人一样 先知以赛亚这么说 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 他的形容 比别人 世人 孤高 不论在旧约 还是在新约 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看到所描述的 都是讲到他形容孤高 面貌憔悴 他是这样的一种人 是一个一点都让人看不上眼的人 不好看的人 他的外貌一点都让人瞧不上眼 孤高 憔悴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人去看他一眼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一个的世代 是一个抗脸的世代 什么叫做抗脸的世代 虽然有些人他们没有 内里面没有什么内行 但是他的如果外貌非常的 给人让人家看上去很好看 印象很不错 高头大马 英俊好看 实惠得人心 让人喜欢的话 人就会喜欢上这个人 虽然他心里面可能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因为他太英俊了 太好看了 人就看上他了 那谁会得去看得起那些 外貌非常粗俗的 不康入目的人呢 想想看 如果马云 他走在路上 如果不是他格外的成功 或者发了大财 以他的相貌 如果走在世界上的话 有多少人会去精益地看他一眼呢 我想很多人 如果他不是很有钱的话 我想不会有人太留意他 不想不会太留意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因为自己的长相 被人藐视过 我就是经常 我像我自己 我自己觉得 当然我走到教会 穿上西装 穿上这个 人家都说 哎呀 苏哥你长得蛮好看的 穿上 配一下这个西装 好像看上去还不错 但是我自己是经历过 被人看不起的 包括 我给大家不知道 有人听过 小燕姐给大家分享的 我们头一次见面的一个的观景 前途后途的 没啥好看 而且真的看不上眼 我是经历过这样一种 因为我现在可能脸皮也厚了 而且我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 大家对大家怎么样看我 我已经很无所谓了 现今其实我也在自己慢慢地学习 感谢主 让我有机会学习体会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的 被藐视的一个的经历 所以有一次我小姨子开 以前我小姨子开玩笑说 我是被神给压缩了的 被压缩了的 为了预备给我们家的小羊 那还好他没有看我的外貌 如果看我的外貌的话 可能他也不会嫁给我 虽然他也不见得很漂亮 但是我的外貌可能更不看入目 但是神让我经历这样的时候 让我想到我们的主 他也是被人轻抗藐视 那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经历被人藐视轻看的话 都是心里会很不好受的 没有人喜欢自己被轻抗藐视 很多时候我们略略的 如果不被人尊重的话 受人轻看的话 我们都会感到心里面格外的不舒服 可能不讲 但是我们心里面会感到很不舒服 何况被人藐视 我们心里面会更会那种耿耿于怀 那如果是受许多人的藐视的话 我们就会感受到 好像我们自己都没有藏身之处 荣身之处 活在地上完全就没有意义了 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 有人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 但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 他却没有加行美容 我们的以赛亚先知说 他没有加行美容 使人羡慕 他的长相是被人藐视的 被人轻看的 甚至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 去传道的时候 人们对他所说的话 讲得到都表示很惊讶 这个人从哪里来了这一切的事情呢 他们承认主耶稣基督的智慧 他所教导的这些的事情 他所行的这些神迹 他们觉得他们承认 这个耶稣挺厉害的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又记得 他耶稣基督几年前 以前他们曾在 这个耶稣基督曾在 这个拉萨的这个地方 这个驱逐过 并且他有做过这个卑微的木匠 因此他们马上带着那种 藐视的口吻 就说这不就是那个木匠吗 他们就开始厌弃他 所以五十三章的第三节 以赛亚书说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眼面不看一样 什么就是被人眼面不看一样呢 就是当你这个人是怎么样 是一个透明的人 王金看不到你的人站在那里 那比如你到了一个地方去 那里的人不仅不给你打招呼 而且也不问候你 甚至连看你一眼都不看 你会不会 如果你站在那里的话 你会觉得怎么样 肯定觉得很不好受 对不对 都没人搭理你 不往后 从你面前走过去 看得不看一眼 甚至在他们眼里面 他们根本就连搭理都不搭理你 走过去了就走过去了 你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不在乎 如果能这样做的话 表示你这个人 好像是一个 完全在他眼前不存在的一样 不存在的一样 是一个透明的人 是被藐视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的耶稣基督 在这四人的中间 也是一样 是被人藐视的 被看过是透明的人 走过去了 当这个人不存在 所以主耶稣在当时的人眼中 是一个透明人 他们根本不尊重他 跟他不存在 藐视他 我相信很多人都 不是很多人喜欢看电视 但是我相信有人看过 在现在很多的电视剧里面 有一种的剧本 就是创阅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创阅到某一个的年代 经历一些的事情 有时候我自己在想说 今天我们讲到 今天我们唱诗歌 我们可以讲得很好听 我们如何地爱主 我们如何地来跟随主 甚至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主 舍弃一切 想想如果那个时候的 主耶稣基督 也穿越到 我们的这一个世代当中 他仍然没有什么家型的美容 也没有文凭 也不是什么人才 也只做着一个卑微的木匠的工作 甚至可能居无定所 像homeless那样的 那些人 在我们中间行走的话 我们还会爱他吗 我们还会尊重他吗 还会来跟随这样的耶稣吗 以赛亚说出了一个的事实 我们也不尊重他 我们也不尊重他 我们包括了谁 包括了先知 以赛亚 甚至包括这些主的仆人们 甚至包括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 都没有尊重他 我们今天所羡慕的是那些 外表光鲜亮丽的人 我们所愿意结交的 都是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 与他们交往 我们也会从心里 瞧不起那些卑微的人 这些卑微的人 不被我们所看重 如果耶稣真的创阅到我们中间来 仍然以木匠的身份 创阅到我们中间来 那我们会真实地来尊重他吗 看重他吗 说真的 如果耶稣以这样的一个形式 木匠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 我相信我们仍然 不会以一个尊重的眼光来看他 而是瞧不起这样的一个卑微的耶稣 没有学问 外表也不华丽 不俊美 又出生在穷乡僻懒的地方 穿着也不杂力 一个只愿意和那些的狐朋狗友 甚至罪人 罪你 私奋在一起的人 我们怎么可能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 我们一定也不会去尊重他 所以 先知以赛亚先知说这样说 他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无加息美容时 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湮灭不亢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这就是我们的主 他明知道他来到世上 我们的中间是被人藐视 受人厌弃的 他还是来到这世上 来接受如此的待遇 为拯救我们 这些有罪的人 所以我们真的愿意跟随这样卑微的主吗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的来经历 一个的询问 然后在53章的第六到第九节 这边说 我们如羊走迷 个人偏心几路 严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受苦 在受苦的时候 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牙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 他被夺去 至于他同事的人 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无欺诈 人还是他与恶人同买 谁知 知的时候 与财主同买 同葬 从这一段经文的里面 我们看到什么 看待我们的以赛亚新知 讲到两种的羊 两种的羊 一种是迷路的羊 另外一种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 默默无声的羊 那以赛亚新知 在这里将这两种的羊 比喻为患罪的人和受苦的主 因为我们知道羊是一种 他的势力非常不好的状况 他不单单他近视 甚至呢 他的势力换为 比其他的食草动物的势力 换为更加的狭窄 所以他吃草的时候 是只顾着吃眼前的草的 看不到远处 他甚至看不到任何的危险 他们吃草的时候 只够低头吃眼前的食物 跟着头羊 就是领头的羊 跟着头羊走 如果这个头羊 走偏了 或者掉进坑里面去 或者掉下山崖去的话 他们也会跟着一个一只的 跟着掉到群羊里面去 所以他们很容易走私方向 不懂得寻回家的路 在圣经里面 就有不少迷途羔羊的一个故事 而我们想到羊 也想到我们自己 那我们自己这些的人 其实跟羊很相似的 跟羊很相似 我们这些人其实常常是 目光辉长的短浅 是缺乏远见 我们的眼光 常常是在我们今生 能够捞到多少的好处 多少的利益 所以我们也常常 为了之前面 我们能够捞得到的东西 吃得到的草 追逐今生的名利 以至于我们偏行几路 忘了自己的生命 真正的含义 需要是什么 只顾着追逐眼前的利益 离神会越来越远 最终会堕落到地狱里面去 如果我们不留意 没有人留意我们的话 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的 当我们都如羊走迷的时候 我们的神却预备了 一个救恩在我们的面前 他猜浅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来到我们的中间 为了寻找拯救 我们这些失散的羊群 他成了那一只的 待罪的羔羊 也就像以赛亚先知 在这里所说的 烟花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堵归在他的身上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紧羊毛的手下 无声 他也这样的不开口 我们知道在福音书的里面 当世许约翰 看见耶稣来到他的那里的时候 他说一句非常赏烁的话语 就是说什么 看啊 神的羔羊 除去是人罪孽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 都记得 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 他们都知道这一句话的 那一份的含义是什么 以色列人他们患罪之后 他们都要牵一只的羊 到祭司那里去 然后那个人就要按手 在这个羊的身头上 表示这个羊羔来代替这个人的罪 然后这个羊羔被杀 被杀 献祭代替那个人 为他赎罪 那个人的罪便被除去 所以这一只羊 就是我们所说的 待罪的羔羊 那我们都患了罪之后 我们的主 我们都成了一个罪 都成了罪人之后 罪的结局是什么 是死 死后还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所以但是我们的主 他爱我们这些世上的人 他为我们预备了 这个待罪的羔羊 就是我们的主 神的独生的爱子耶稣 使我们的罪 他是我们的罪 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了 为我们的过放赎罪 为我们的罪死了 用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 因为他代受的心法 我们就得以在神的面前 背数 面去心法 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的 一到一章 十八到十九节这么说 他说 知道你们得赎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 羔羊的血 所以我们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得以在神的面前 来经历神自己的救恩 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那里说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羊毛人的手下 无声 他也是这样的 不开口 想想 如果我们被人冤枉的时候 受伤害的时候 受伤害的时候 我们会默默无声的 不去争辩吗 我们是这样的 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的冤枉吗 很难 是吗 我们一定会为我们自己来争辩 别人冤枉我了 一定要说一些的话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受苦 却默默无声 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 人把高阳作为奉献给神的祭品 来宰杀的时候 宰杀之前 先要把这些的羊毛给剪下来 你觉得那些宰杀的人 会很斯文的来对待那些被宰杀的高阳吗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很温柔的去 给他做这件事情 每一天患罪的人那么多 在祭司 这些立位人他处理这些羊 处理这些罪恶的事情 那么多 陷阱的事情那么多 那些立位人宰那么多的羊 他们要赶时间 哪里会那么温柔的去对待那些的羊群 他们相信他们会非常粗暴的 去对待那些的羊 揪住他的头 揪住他的头 粗暴的拉过来 然后用力的把这些的毛给剃光了 剃掉了 然后就宰杀 一点都不会去顾惜 这些的羊群到底会不会受痛苦 多么的受伤 他们都不会去顾惜 这些羊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强力的去反抗 任凭那些恶劣的对待 这些他们都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的主 也是这样 犹如一只被欲被宰杀的羔羊 献祭的羔羊 受那些无理的对待 那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在科学玛丽园的时候开始 他从那个时候被捕 被捕开始 然后经历这一切的对待 被那些人鞭打 被那些的兵丁欺负 看守着的人 戏弄他 鞭打他 用许多别的话来辱骂他 甚至在他被捕之后 神问的人 还打巴掌在他脸上 那样的经历 我相信在我们 如果今天 我们来代替耶稣基督的话 没有一个人会那样的默默的承受 这样的一个的拳打脚踢 那些拳头 殴打他的时候 鞭子鞭打他的时候 那个粗暴的手法来对付他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如此利来顺受的 但是他一句话都不说 许多人做假见证 陷害他的时候 但是大祭司起来 站在人中间问他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他仍然静静地站在那里 一句话也不回答 他在彼拉多这些种族的面前 受寻的时候 受审的时候 也是这样 以至于彼拉多都觉得很稀奇 这个人我怎么会是这样 在十字架上 人对他的欺压和折磨 到了一个最高潮的时候 路过的人讥笑他 摇着头说 从十字架上掉下来吧 说明你是神 即使把他当作是被神厌弃的人 极力地戏弃的戏弃弃他 甚至 以他同钉十字架的人怎么样 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积架他 但是我们的主 却是这样的默默的人手 一言不发 好像羊在紧羊毛的人身上 手下 无声 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 我们的主 我们的耶稣 像羔羊那样子 被宰杀献祭 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就是在祭堂上 那只赎罪的羔羊 他也不出声 默默地为我们献上赎罪祭 我们的主 就是这样的一位受苦的主 而且是一个完全心甘情愿的 一点也不是被逼的 很多人以为他受苦 是因为这些犹太人的逼害 在人看来 他好像是屈服在 一个恶势力的手下 被人陷害 一直受苦 但事实上 他并不是如此 第八节的下半节说 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所表达的 我们的主 是为我们的罪过 而被剪除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受苦 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 也不是因为那些陷害他人的缘故 而是因为他要当当百姓的罪孽 所以他心甘情愿的默默无声的来受苦 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我将命舍去 好 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 取回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 给我们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的受苦的目的 是将人引到神的面前 这就是救恩的根源 按照肉体上说 他是被制使了 但是按灵性来说 他复活了 现今坐在神的右边 为我们带到 有一天他要再来接我们这些属他的人 在他复活生天之前 他对这些的门徒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防我所祖父他们的 要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不少人以为 这就是神命令我们 祖父我们要去床福音 这好像是一个大使命的中心的意思 在我们不少人的心里面 至少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我们若留意看 其实大使命的中心是什么呢 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要教导他们遵守 主所丰富的一切 要遵守 教导他们遵守 主所丰富的一切 所以主耶稣基督 在马太福音的十章 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说 不背着 不背着自己的实际上 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去 失散生命 为我失散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所以这里讲到一个 做主门徒 做主门徒就是要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 传福音的人 我们也没有背起 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主 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自己 来跟随我们的主了吗 我们计算好 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代价了吗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福音书里面的这一段的话 在路教福音十四章 二十八到三十三节 耶稣讲的一个比喻 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 不先坐下来算计花卉 能盖成不能呢 恐怕安了地基 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 他说这个人开了功 却不能亡功 或是一个国王出去 和别的亡打仗 岂不先坐下着量 能用一万兵去敌那二万兵 去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 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求何夕的条款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以有的人信主 有的人信主 只是想主要祝福他 帮助他能够心想事成 而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来跟随主 是要付代价的 要付代价的 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十分清楚地来告诉我们 在决定成为主的门徒之前 要先计算好自己的代价 耶稣说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 姐妹 和自己的生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今天 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的话 我们是否愿意撇下一切 来跟随我们的主 来遵照神的心意 来跟随他们 我们自己以为我们 会传福音 但是神要我们的事 要来跟随耶稣 做主的门徒 计算好一些代价 来跟随主 不是自己传福音 人看你 不是看你嘴里面所说的 而是你真的生命当中 如何的行神的道 做主的门徒 你有一个好行为 有一个好的生命的见证 你不用说 人家都已经看到了 好 让我们一同的祷告在神的面前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 有许多的不足 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 有许多时候 我们所行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常常背离 祝你自己的心意 没有遵照你圣经话语里面的 你所丰富我们的去行 但是今天 主 我们来敬礼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护活的时候 求主 你来帮助我们 回想我们 来到你面前的日子 是一个真实 愿意笑话基督 看到那些受苦的主 我们愿意笑话 我们的主 不管能怎样的看待我们 不管能怎样的侵蚀我们 但是我们愿意照着你 所丰富我们的去行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主的时候 主 赐给我们能力 精力 让我们 让人看到说 我们是一个真心跟随主的人 愿意笑话基督 走在艰难的道路上 不管人对我们怎样 我们都是一个 真心 遵循主 心意的人 主啊 我们就求主 你也恩待我们 当我们等一下 唱诗歌使命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不只是 用我们的嘴巴来唱 这一个的诗歌 更是对着我们的心来唱 问问我们自己 我真的是这样的吗 真的主 耶稣基督走过的十字架路 我也愿意来跟随吗 流出宝血牺牲的道路 我也愿意来跟随到底吗 真的是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 我真的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 让我们带着一个省察的心 来口唱心和的 来回应主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的呼召使命 走前面的道路 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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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